我试着了 可以 拿到这个尾牌之后 首先我们要扣到主板上 这个我已经测过了 大家装机之前一定要测试啊 这是我已经测试过尾牌的 大家 首先拿到尾牌 第一个动作要这样做啊 第一个牌这样做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它的新尾牌这里没有痕迹 折个痕迹 然后我们把它取掉 把主板放旁边 第二个呢 我们把咪头 送上去的咪头 这里正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四倍焦 这个电池是不用拆的 连这个机器本身就是换过电池 没有装胶 我就是故意给它弄 这个装装这个尾牌呢 第一步呢 首先把这个 这里啊 这里要对位 这里主要 这里要对位 对 对好了 拧螺丝 那 那 那些 就 我都没有 把这 螺丝拧 好 这第一步啊 一定要陷阱这两个尾牌螺丝 第二步呢 我们就要对位 对什么位呢 我看一下 这两个位置对一下 来给个进进的特写一下 能不能看得到 啊 就是这两个点一定要对位啊 然后我们就手往前推 这里 这里也往前推 好 拧好以后 我们第二步拧着一颗螺丝 密头我们对位对好 拧着口螺丝 第三步 我们装扬声器 装扬声器之间 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这个 扬声器呢 我们首先拧的是这两颗小螺丝 这两颗小螺丝 是不一样的 是有点小的 拆的时候 大家自己做一下 记录 好 现在我们就拧起他螺丝 这里天性高就一下 现在我们就开始安装振动器 马达 这里还差一颗螺丝 我们给它找一颗螺丝补上 这个尾排基本上都已经完美装好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教程来装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是装不进去 现在已经装不进了 我们可以 如果要装的话也可以装 我们可以把这里剪掉一点 好了 现在我们就上主板 上主板测试 这个天线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扣不好它是没有信号的 好 我们先开机测一下 好 现在我们已经开机了 开机之后呢 我们测什么呢 在我们的通用 关一本机 看一下有没有我们的系统检测 有这个检测才可以啊 然后我们如果有了 我们再进行第二部分的装机 第二部分的装机装什么呢 装这颗按钮 和这个短机线 主要是装这两个产品 现在呢 我们就 我们装好尾叉呢 我们第一下 我们可以测一下震动 这个震动是有的 然后我们可以再测一下铃声 铃声 铃声震动都很正常 第三个我们测充电 这个充电呢 我要特别说一下 这个充电呢 由于我们这个加入了快充芯片 它这边对充电器的要求比较高 最好是用原装的或者供牛的 我们先测一下这个连不连接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不要着急啊 我们这种情况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充电器现不行 第二个呢 有可能是我们这里面没有扣好 我们现在呢 就是重新把这里重新拔擦一下 我们拔擦一下 我们再做一下尝试 好 大家看到现在的已经故障排除了 现在可以充了 已经故障排除了 如果遇到其他不能充电的 我们也要这样测一下 大家拍一下这里 点击是正常的 256G iPhone 7 256G 好 OK 暂停 第二部分的演示 第二部分演示 主要是演示的这个home键的一个安装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拆机 好 我们这个拆好放旁边 首先呢 我们这个按键 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有个凹槽 来的近一点 好 有个凹槽 有个凹槽呢 我们就这样凹槽 这样放进去 OK 因为这个放进去呢 我们这里啊 它总要会晃动 我们最好找一点 这种透明的胶带 我们稍微试一点点 为了 我们屏幕啊 不被伤害 因为这个屏幕 它是之前有换过 它这个不是就不是很标准了 为了我们这个屏幕保证它的安全 我们就搞一点胶带 搞一点点胶带 我们这一点点就有点多了 我们稍微再搞掉一点 这个胶带的话最好是用剪刀剪啊 我现在手上没剪到 我就随意 随意搞一点点 这个胶带的目的也没有别的 就是固定它 不要让它左右转动 这个胶带呢 到时候我们大家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会有的 会有专用的这个胶带 现在可能还没有 就这样贴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进行第二步操作 第二步操作 我们就把这个割掉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有个孔 和这个孔是对位的 把背胶撕之后 把它对位的 我们就这样折过来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样一个动作啊 OK 现在我们就开始装机 好 装好了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先感觉手感 好 非常好 大家看一下 色差也没有色差 OK 现在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测机 装这个尾牌啊 大家必须要认真 不要看起来简单 其实它不然 我们现在重新进行开机一下 我们现在重新进行开机一下 关电一下啊 刚刚我们没有关机 我们现在开机 这个它这个支持12系统 12系统也没有关系 我这个就是一颗12系统的 iOS12也是正常的啊 有这个标识说明我们安装了我们的产品了 这个也是一个无指纹的手机 然后这颗呢 现在呢 开机呢 为什么一直是白苹果 因为它是 它这个是11系统 11系统开机可能要4分钟15秒 现在我们给它借个10吧 等一会这个产品开机开起来了 我们就把这个开机线也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我们等它开起来 iOS11 11 10的系统 它就是开机是正常的 12的系统开机也比较快 就11的系统开机要4分钟 4分钟15秒才能开起来 现在我们再给它计时 大家看一下到底能不能开起来 到写着 它是这个 一个 拢 televise 对 散费 在佛 这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开机线是选配的装也可以不装也可以如果有些用户觉得自己的手机开机缓慢的话就可以装一条这条牌线是20块钱是选配的 时间快到了现在已经过去两分钟了他正常情况下是四分钟 其实这个开机线就是一个原装的指纹进行一个分离的动作就是一个原装指纹啊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只是说原装指纹把这一块拆了 好 现在时间马上就到了我们看一下到底能不能开起来手机有没有被我们装坏啊 好 现在已经三分钟了 等两分钟我再拍个视频 好 现在已经到了三分钟二十一秒了 这个因为我们没有从点亮开的计时我估计会提前啊 马上我们的四分钟已经到了我们看一下到底能不能开我们拭目以待 好 我们开了来让我们的摄像师傅给我们拿一下 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检查一下我们的功能 开好以后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看我一下我们公司的这个验证有没有通过 还是老样子啊 有这个我们首先呢 那我们就是装机把这盖起来 好 我们现在开了 返回是正常的啊 就是这么神奇啊 我们先截图试一下 截图也是正常的 我们先试一下震动 也是正常 11点3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指纹呢 没指纹 你记得 我们再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有些有些客户还是不相信 有这么神奇 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再进行一个测试 ok 现在我们一开始 演示一下这颗排线的安装啊 有些客户 就是觉得这个开机麦接受不了 不能接受 行 那你来 装机之前 我们把这给它去掉好了 等一下这个海面也会影响到我们 那么清洗一下这个背胶 然后再一个走腕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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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